新城乡北埔新建完成的花蓮清延住宅部分的电梯 地下室一楼店面也都下大雨积水 大水直接从电梯井往下灌 让大楼住户屋内淹水 4号花蓮新议会建设小组 特别前往清延住宅来会刊 希望县政府赶快改善 针对3号海埔台风强降雨造成清延住宅积水的事件 新年安新住宅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森旭接会投诉之后 同时也提出说明 再过来这一次才是 这一次真的是比较严重一点点 所以昨天知道这个电梯的时候 我也是吓一跳 其实我们怎么会有电梯水连洞 这个很攸关住户的安全 但是县政府今天来看 就是他针对他们觉得是 就是一楼淹水进去 所以造成地下室变成水连洞 但是我还是有请县政府 就是对整个电梯井的部分 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0号上午花蓮新议会 监测小组召集的谢国龙 先议演张美惠 郑宝秀 李建文 迪波斯依赖 林源部 现在下面代表副委好 陈伯昌和住户们 前往了解实际的状况 同时也要求 让新政府做好完善的处理 整个强项影响到我们这个大楼的住户的 淹水啦 电梯的漏水 各方面的种种的一些切施 希望从这次新政府跟我们这个 这个小组来这边查缓了以后 希望把做成 管理会做成一个资料 整体为我们这个青年住宅这个设计 重新该切施的部分 一并完成解决 那青年住宅是从108年我就开始每天讲青年住宅的事情 但是青年住宅真的我觉得 那个新政府应该要重视 你是老板嘛 就等于是建商一样啊 怎么处理就该怎么处理 只要下的小雨就肉水 就淹水 这样子不是办法 包括地霜 包括防水的问题 希望新政府能够重视 让我们青年住宅的好朋友们 能够住的开心 住的安心 这是我们最大的期盼 谢谢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么多的年轻人 那买了这一个卖断式的青年住宅 结果一次台风 大概这个交屋才两年的时间 就遇到这种情形 大家欲哭无泪 就是这个安生立命的窝 怎么会变成一个泡水的一个地方呢 这件事情花林县政府一定要一定要说清楚 一定要来好好的来妥善的一个解决 当时的规划设计 后来的监工 后来的施工的过程 还有现在的一个相关的围管 还有这些种种的面向 花林县政府都要来厘清哦 建设小组召见了谢光碧老师 对青年住宅长年的问题 会持续监督花林县政府 来维护乡亲的权益 让青年人们祝得安心 祝得快乐 我也不 erf Blog 随费中心 保护乎 フォー 海部 Wizard